这个视频我来讲讲对数函数的概念 前面我讲过指数函数 y等于a的x的次方 如果把它反过来 用y表示x 就变成x等于logay 像这样原来指数函数的值域变成了定义 原来的定义变成了值域 这就是对数函数 不过我们习惯把字变量写成x 因变量写成y 所以就把对数函数写成y等于 以a为底x的对数 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a和指数函数里的a是一样的 所以也得满足a大于0且不等于1 简单总结下 形式上是y等于logax 并且底数a大于0且不等于1的 就是对数函数 比如y等于log2x 就是对数函数 再比如y等于log1x 底数是1分1 符合要求 也是对数函数 还有y等于log3x 底数根号3大于1 所以是对数函数 再看y等于logx 这其实是以10为底x的对数 所以是对数函数 类似的还有y等于logx 这其实是以e为底x的对数 所以还是对数函数 而如果是y等于log3 3x 把它改写一下 就等于log3 3加log3x 这部分是对数函数 但再加上它 就不是对数函数了 再比如y等于-log2x log2x前面的系数不是1 那就也不是对数函数 所以对数函数形式上 必须满足y等于logax 其中logax前面的系数 必须是1 x前面的系数也得是1 并且a得大于0且不等于1 给你一个函数 判断它是不是对数函数 你明白了 那如果反过来 告诉你fx等于a方 减5a加5 再乘logax的式对数函数 你能求出a是多少吗 刚才说了 对数函数中 logax前面的系数为1 也就是这坨应该等于1 一项就等于a方 减5a加4等于0 这个方程有俩解 a等于1以及a等于4 那a是有俩答案吗 别忘了 底数a还得大于0且不等于1呢 所以a等于1必须舍去 那a就只能等于4了 刚才的问题都有具体的函数解析式 所以你只要对着解析式分析就行 但有时候没给你解析式 那就得自己设出来了 比如告诉你对数函数fx的图像经过点4 2 你能求出fx的解析式和f8的值吗 既然是对数函数 那就可以设fx等于logax 顺便把a的范围也写上 经过点42 也就是f4等于2 f4等于loga4 所以loga4等于2 也就是a的平方等于4 所以a等于2或者-2 别忘了 a得大于0且不等于1 所以-2这个解得舍去 那a就等于2 所以fx等于log2x 接着要求f8 这等于log2 8 也就是log2 2的三次方 这等于3 好了 以上就是对数函数的概念 关键掌握一点 对数函数形式上 必须满足y等于logax 同时a大于0且不等于1 怎么样 你听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了 就速度去刷题吧